标普500指数历史上首次占上3400点 纳指再创新高 周一华尔街股市收到新冠疗法和疫苗消息的提振 道指收涨300点 标普500指数收涨0.8% 历史首次占上3400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涨0.4% 也突破了此前创下的历史高位 据称周一美股强劲涨是由科技股和经济重开股领先 邮轮航空股周一上涨 美联航美国航空涨9% 达美航空涨8.5% 诺维珍邮轮涨7.3% 皇家加勒比邮轮涨幅达到4% 嘉年华涨超9% 据悉上周在科技股的领先拉动之下 标普500指数突破疫情前创下的历史新高 并且已经连续四周实现周内累计上涨 而更加倚重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 已经连续六周实现累计上涨 今年以来累计上涨26%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